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Uncle Sam 今天很高興來到西盈盤 這間萬宜酒店吃這個泡妃 因為他們正在做一個很吸引的優惠 至於如何推薦呢, 等我一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未訂閱我的朋友,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影片的話, 我們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一起去試試吧! Let's go! 我坐地鐵去西盈盤站 要在B3出口 記住上到最頂就到 出了地鐵站一直走 見到行車路就轉左, 繼續向前走 然後過馬路再走多兩個街口 就會見到這棟NOC Coffee Company 過了這棟大廈, 轉右 就到今次要介紹的自助餐廳 MOMO Cafe 其實它是位於萬宜酒店的二樓的 這裡原本有部專屬的電梯上餐廳 不過現在已經沒用 所以我們要搭酒店的電梯上去二樓 二樓一開門, 你就會見到他們的Reception 這裡地方環境都算舒適 自助餐區的位置也很大 當日我們就安排坐近窗的位置 那裏全部都是二人座位 只不過我覺得那裏就比較迫一點 這一餐我是在KLOOK 預約的 因為有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下面的資訊欄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先拿點東西喝吧 這裡有提供蘋果汁, 水, 凍紅茶 另外還有檸檬 另外這邊可以自己沖熱茶和熱咖啡 那這個餐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免費任飲Stella的山啤 真是適合我和我朋友 針聯走回來 發覺桌子多了一盤海鮮拼盤 和一碟魚生 原來餐廳是會安排這個海鮮拼盤 和魚生給客人的 不過就沒得refill了 看一下海鮮拼盤 有四隻山蠔 一隻龍蝦 有幾隻鑼肉, 青口和蜆 再加上煮熟了的凍蝦和蝦刺身 碟刺身有吞拿魚, 沙文魚和八爪魚 既然送到來了 我們當然先吃了它 首先試了它們的翡翠螺 肉身都算淡口 而且都幾大隻 接著我們就試這個山蠔 肉身就比較細隻 不過都算新鮮 這些青口才算正常 上次去百度酒店吃的 真的有些問題 至於蜆實在太細隻 所以是吃不到什麼味 試了個凍蝦都幾淡 至於這隻蝦的刺身 真的好大隻 肉身都幾鮮甜 接著就吃這隻開邊龍蝦 它的體積都算合格 而且味道都不錯 等我試一下它們的刺身 吞拿魚就好像沒什麼味 而這個山蠔魚味道都算正常 接著我們就出去看看有什麼吃 原來剛才的青口 翡翠螺 蜆 和凍蝦 都是可以任吃的 這張桌子還擺放了很多款式的沙律 有我最喜歡的蘋果沙律 另外還有一個沙律巴 你看到它這裡都幾維新的 每一款沙律菜和沙律汁都有用蓋蓋著 而桌子的另一邊就放了幾款的Cold Cup 芝士和一邊麵包 我們隔一邊的桌子 我們隔一邊的桌子 就全部放了一些熱食 的 近廚房這邊就放了一個粟米寄冰湯和一個青紅蘿蔔煲豬骨湯 旁邊有些德國腸 烤牛肉 燒菠蘿和燒羊腿 還有一些燒味 那甜品區就擺設了三款水果 還有四款糕點 再加上六款Movin Pet雪糕 吃了這麼多凍海鮮和魚山 那我就打算喝一碗粟米寄冰湯 誰知這個粟米湯是不像粟米湯 跟著我就試了它來的烤肉 這個烤牛肉 肉身雖然有點鹹 不過相當之有肉味 而這個燒火腿就中規中矩 這個是一個用檸檬汁煮的三文魚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把三文魚煮熟來吃 而這個燒德國腸 配三啤簡直是一流 那我就試了它們的燒羊腿 味道都不錯的 可能我自己喜歡吃羊 而這個燒菠蘿 又香又多汁 好juicy 那我試了它們幾款沙律 味道都不錯的 那另外值得一讚呢 就是它們的沙律巴呢 有我最喜歡吃的蓮子 正啊 跟著我就試了它們的咖喱雞 咖喱味都幾香的 那另外我還將這個咖喱汁 配這個燒菠蘿呢 效果是相當之好的 那這個煎立胸呢 肉身都很肥美的 那所以呢又香又滑 那由於它只有四款糕點 那我就一次過全部試完了 那這個窩褲都幾鬆化 這件是綠茶凍糕 我就吃不到有綠茶味了 而這款蛋糕呢 是非常之軟熟的 味道不錯 那最後這款呢 就是蒸薑汁千層糕 我就非常之喜歡了 因為呢 薑味呢是很清香的 那最後我都試了兩款 muffin pad的雪糕 那就為這一餐 畫上句號 那今餐呢 我就已經吃完了 還好飽 那總括來說呢 我都很推介這間餐廳 因為呢 它的價錢 和性價比都很高 那這裡的野食種類 雖然不算是很多 但是都算是足夠 那你見到呢 那一來到就已經有一個海鮮拼盤 裡面有這個龍蝦 山蠔 蝦那些 那數量雖然不太多 但是品質都不錯的 那唯一希望可以改善一下 就是那些刺身 刺身的數量就真的比較少 那些 而且是沒有得refill 那至於熱食方面呢 它們的熱食的數量呢 我覺得適中 太少也不算太多 那至於甜品方面呢 他們就有六款的Movementer雪糕 那其他高點的就比較少 只有四款 那今餐呢 我就跟我朋友一齊來認識 我們就在這個Klook 那裏訂這個套票 那兩個人呢 就是五百七十八元 那平均每人呢 只是二百八十九元 那你沒聽錯啊 是三百元都有找 那還有呢 那這個Stella啤酒呢 是五百元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你算回 今餐來說 你吃了那個海鮮拼管 再喝兩杯啤酒 那已經是回了一本的了 那我今次的分享呢 就是這麼多了 喜歡我的片的朋友 就記得完成CLS三部份 留言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第一次看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這個鈴鐺 下次有新片就會通知你的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